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颗月季 我这颗月季前10天给它做了一次大的修剪 那么在我们南方这个时候给它做大的修剪 照样能让它长新芽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在我们南方气温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给月季修剪后 只要做好几个养护要点就可以了 第一,修剪完成之后要及时给它补肥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补肥的话 不要补充化肥,补充这种农家肥干养分 因为这种干养分它的肥效比较温和比较持久 同时我们给它补充干养分的时候 要给它埋一埋这个根 大家看到没有 像我这一颗一样把这些根部埋起来 这样的话让它这个根部水分更加充足 更有利于它吸收养分 这样的话长新芽就快了 同时这种干养分它的保温性比较好 因为它的热量比较高 有利于月季在这段时间长芽 在这10天当中 我给它使用了两次这种叶母圆露 目的就是能让它快速分解养分中的有机制 分解成养分 让月季吸收 这样就能达到快速给月季补肥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月季才能长芽这么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适当的给它增加光照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叶片长出来需要光合作用 大概过10到15天左右 就能让它开一波新的花出来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南方养物月季的话 还可以这样操作 在北方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好了这就是在南方养护月季的一些非常有效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岁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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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